5月底就抓到勒令停業的補習班 仍然開門做生意 15號下午 小姐坐在櫃台邊忙碌著 一名國中男學生就坐在裡面 邊看教學引帶邊自習 對於補習班負責人 傳出性侵害案 她完全沒聽說 在這裡多久了 所以之前完全不曉得這個訊息 消息傳出 經常在附近進出的家長都很震驚 因為他們也不知情 他們的名聲一向都滿好的 而且他們學生好像也都滿多的 教育處表示前年三月接獲通報 補習班的負責人也在裡頭教課 她涉嫌性侵國中女學生 當時立刻把案件送交 性評委員會審議 組的專案小組歷經四次調查 去年元月完成調查報告 期間曾多次詢問檢方正辦進度 但檢方並未提供 直到今年四月二十二號 才接獲起訴書 先譜在五月二十九韓文補習班 廢止補習班立案 許可及立案證書 並在六月份喊請教育部 把當事人列為永久不得擔任 補習班負責人或教職 縣服填望茶器果然招牌高掛 當場還發現有十五名學生進入 更扯的是七月十二號 還接獲社會處通報 表示負責人再次涉嫌性評案件 補習班的負責人就是廊師 還持續開門做生意 家長學生忍心惶惶 較於出說最高罰二十五萬元之外 可以按日連續處罰 每次是五萬到二十五萬 必將所使用的器材設備沒入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